关注雷雷 更新会更快哦 前段时间 有一辈19岁女孩挤痘痘却研发炉内感染 直接被送到医院急救的事上了热棕 不就是挤个痘痘吗 怎么会有这么危险 原来 人脸上有个危险三角区 也就是两侧嘴角到鼻根连线所形成的三角形区 这里血液循环非常丰富 到处都是血管的地盘 而这里的静脉血管结构比较特殊 没有像普通静脉那样 用来防止血液回流的绊膜 当挤痘痘时 带着细菌等脏东西的血液很可能就会回流 这里没有少位 兄弟们冲啊 但问题是 这里的静脉还连着头颅内部的海绵道 血液一旦回流 就可能流到脑部 细菌在那里大杀四方 于是就形成了颅内感染 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此外 血液回流还可能造成败血症 而因为眼睛也和面静脉相连 也会因此受到影响 像在16年时 一位29岁的壮士小伙 就因为挤了嘴角上的豆豆染上了半血症 眼睛也严重红肿 直接注进了ICU 这些例子都在告诫咱们 脸上的豆豆虽然小 但也不能乱挤哦